中共涉政70周年逼近之際 除了北京首都風聲鶴淚草木皆兵之外 中共各地也陸續進入戰時或臨戰狀態 大紀元獨家獲得山西省國安委特急機密文件 山西由9月開始就進入臨戰狀態 10月1日是中共涉政70周年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也將在10月份召開 屆時中共將會在北京天安門舉行閱兵等活動 中共中央委員也將會到北京出席四中全會 中共為了保證上述活動和會議順利進行 在維穩方面如臨大敵 《大紀元時報》獲得一份中共山西委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 9月2日下達的特急機密文件 文件說山西作為中共首都北京的質疑屏障 環京湖勝河重要的一環 由9月開始全省各地各部門進入臨戰狀態 24小時值班執勤 機密文件要求全省在中共建政70周年 四中全會召開期間要防止大規模暴力恐怖事件或趨勢發生 以及防止暴力恐怖活動向大陸蔓延 以及發生大面積停電等事故 機密文件提到目前中共面臨的國內外風險和危機 像中美貿易戰 香港的反送中風波可能向大陸蔓延等 海外媒體說十一前夕 中共將人民當敵人的舉動 不像在準備一個盛大節目 反而像是要預備一場大難 時政評論員錫實表示陝西省和山西省先後用 戰時禁酒令臨戰狀態 說明中共當局感到今年十一維穩的壓力巨大 香港由6月開始的大規模反送中運動 也令中共緊張 中共在機密文件中指出擔心香港反送中帶來的影響 可能向大陸蔓延 今年是中共涉政70周年 而今年初坊間再次傳出專制極權政權 很難捱過70年大限的說法 好像當年全球最強大的獨裁政權 蘇聯解體的時候 正好是蘇聯共產建政69周年 利比亞卡達菲獨裁政權 以及伊拉克薩達姆獨裁政權被推翻 卡達菲和薩達姆被處死的時候 都是69歲 沒有超過70歲 同時今年初還傳出逢狗必亂的說法 令中共高度緊張 擔心反送中風波蔓延大陸 中共嚴防逢狗必亂 中共徕災街 擔心接下來